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必要进行充分的了解 因为时代精神不会因为我们平时不谈它而远离我们 当你打开电视或者你走上街道 或者你看社交媒体 在各个空间你都会看到时代精神的标语 和时代精神制造的各种社会运动 我想很多的名词大家都很熟悉 常常听到 比如说社会公益 Social Justice LGBTQ 黑人命贵 BLM 还有气候变化等等 很多这些的议题 其实背后它都有一种时代精神在烘托或者制造 最近因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 前一段时间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 在宾州大学 有一些穆斯林跟LGBTQ的人士聚集在了一起 一起的来反对以色列 支持哈马斯 你会觉得说按照这个伊斯兰教的教义跟LGBTQ的这种伦理学的观念 其实是水火不容的 可是那一天这两批人居然可以组成同一个战线 达到同样的一个诉求 那这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 掀起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浪花呢 当我们看到一种社会的现象 我们说我们就好比是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的一朵浪花 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什么样的一种涌动的暗流 掀起了这样一股浪花 所以这两这三天的时间 想通过三长的信息 我们就来寻找到 这每一朵浪花底下的那一股暗流 就是那股时代精神的暗流 我记得在2020年 在这个BLM运动 黑人民贵运动 在美国社会如火如荼的时候 在网络上传播了两篇的文章 在华人的圈子里 在北美的华人圈子里引起了一些热议 有一篇文章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华人移民的第二代 我们叫ABC的一代人 他写了一篇文章公开的支持这个BLM 然后又谴责第一代的移民 就是父母那一代的人 好像不关心这个黑人 不关心弱势群体 觉得太冷漠 当时有一个标语叫做 这个好像叫Silence is Violence 沉默就是暴力 不久之后有一个家长 华人移民的第一代 写了一篇回应的公开信 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有那样两封的公开信 在网络上引起一些的关注 为什么会有这种的现象 其实这表明说两代人 受到两种不同时代精神的影响 或者同样一种时代精神 对不同的人 或者对不同时代的人 他的影响的程度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会塑造我们很多的观念 也塑造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其实重要的不是说 哪一代人的观念是正确的 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代人 我们的观念是否都回归到圣经 基督徒有上帝启示的 永恒不变的福音真理 所以我们应该用福音真理 来分辨时代精神 那什么叫做时代精神 如果给时代精神下一个定义的话 时代精神就是指 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在某一个社会里面 所流行的文化思潮 时代精神会塑造民众的思想观念 和生活方式 并且引领这个社会发展的方向 时代精神会无孔不入地 渗入到学校里 图书馆或者书店的书籍里 或者媒体网络商业广告 甚至是教会里 时代精神都会无孔不入 我很喜欢C.S. Lewis 在天路归城这本书里面 讲过的一个预言故事 就是一个关于时代精神的预言 这个故事里面就讲到 一个叫时代精神的巨人 统治着一个王国 这个国王就叫时代精神 在这个王国里面有一个牢房 有一天一个叫约翰的人 就进入了这个时代精神的王国 也被抓进了这个监牢里面 而这个牢房里面的人 每一天都被灌束着 时代精神的信条 时代精神就塑造了 这些人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当约翰这个人 被投入这个监牢的时候 他觉得无法适应 这样子的一个牢房 他也无法适应这一些人的 这种时代精神的观念 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实在是忍无可忍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有一个歧视出现了 这个歧视 用一把枪刺入了 那个时代精神巨人的心脏 一声巨响就把这个时代精神的巨人 打回了原形 原来啊 这个时代精神的巨人 他的真正的面貌 原来就是一堆乱山碎石 就是一堆的碎石头 时代精神被这位骑士所击败 约翰很高兴 他可以脱离这个牢房了 但是当这个骑士去呼唤那个监牢里面 其他的囚徒跟他一起离开这个监牢的时候 你知道那些囚徒什么反应呢 他们都不愿意离开 他们仍然重复着时代精神的信条 因为那已经成了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 其他人都不愿意离开 我很喜欢这样一个预言故事 它好像说出了每一个时代 这个世界的一个情形 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精神 来塑造人们的观念 来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 但如果时代精神 从始至终都是基督教的纯正的信仰 那么我们也不需要太担心 但很遗憾的是 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后基督教的西方社会 不仅是很多去基督化的社会思潮 在这里塑造着整个社会的文化 甚至是很多敌基督教的一些的思想 成为时代精神的面貌 所以我们就需要回到圣经里面 用圣经的真理来分辨时代精神的面貌 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一段圣经 格林多后书第十章四到五节说 我们征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势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我们如果把这一段经文 应用在今天这个时代 时代精神就塑造了一个坚固的营垒 用各种的谎言编织了很多虚假的历史叙致 或者营造了很多错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甚至用一些虚假的乌托邦的理想去蛊惑人心 这就是时代精神的计谋 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 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势 所以我们需要去攻破时代精神的营垒 把人的心意夺回 使他完全地顺服基督 所以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那怎么打这场属灵的征战 我们这一次大会的主题是 这个持守真道传承信仰 那要持守要传承 我们就需要分辨我们属灵的敌人 是用什么样的轨迹 在刚才我们谈到 C.S. Lewis的那个时代精神的预言里面 他谈到了一位骑士 那位骑士打败了那个时代精神的巨人 那个骑士叫什么呢 在C.S. Lewis的笔下 那个骑士名字叫做理智 理性的理智慧的智 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可能 与其说是理智 不如说是启示 上帝的启示 上帝启示的真理 可以打败时代精神的巨人 当然我们的理智也是可以有用的 但是我们的理智 必须要顺服在上帝启示的真理之下 在启示的光照下 我们的理智才能够发挥正确的功用 然后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在这里效法世界 这个词可以被理解为 被世界同化 被世界同化 那么世界怎么同化我们 就是借着每一个时代的 时代精神来同化我们 所以我们就需要明白 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用上帝启示的福音真理 来归正我们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而上帝启示的旨意 已经借着圣经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我们需要用古旧的福音真理 来拆毁这个时代精神的巨人 你会看到在旧约圣经 跟新约圣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 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当然有很多的不同 其中有一个点就是 在旧约圣经里面 摩西给即将进入迦南地的 以色列人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跟新约圣经里 保罗给新约时代的教会的警告 会有一点的不同 在旧约圣经里面 摩西警告以色列人 一个最重要的警告 就是进入迦南地之后 不要去效法外邦人的宗教习俗 不要去拜他们的偶像 因为当时在迦南地的 其他的这些异教的 这个风俗当中 敬拜很多假神 像巴黎 亚瑟拉等等 很多其他的这些虚假的偶像 因为在旧约的时代 有一种当时那个时代 比较流行的一种宗教 我们可以称之为是自然崇拜 敬拜大自然 把大自然当中的一些的 一些的木头啊 甚至是石头啊 一些受造之物 当作偶像去敬拜 或者去敬拜一些 能够掌管大自然的 一些所谓的神 我们可以称之为这种自然崇拜 是旧约时代的一种时代精神 是那个时代人们一种主流的一种的观念 但是到了新约时代 不管是使徒保罗还是使徒约翰 给新约时代的教会 基督徒的一个警告 除了要远离那些异教的偶像 假神之外 还有一个警告 是什么呢 是要警惕世上的哲学 所以在哥罗西书 第二章第八节说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 乃照着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 这里面理学这个词 就是philosophy 就是哲学 这一点在摩西那个时代 还没有出现古希腊的哲学 但是到了在两月之间的时候 古希腊的哲学就已经 可以说塑造了那个时代 那个地区的一种时代精神 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 再往到后面 很多古希腊的哲人 通过人的理性 去构建了一种 不同于摩西时代的 另外的一种的精神 而新约教会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 时代精神的背景下 诞生的 所以使徒约翰 还有使徒保罗 都提醒教会 要警惕当时 新约时期刚刚出现的教会 所面对的这一些 例如诺斯底主义 等等一些哲学思想 对于福音的腐蚀和危害 所以在新约教会诞生之初 古旧的福音 就跟时代精神 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那我们今天 同样 不仅要警惕 异教的一些思想 我们也需要 去警惕 哲学 我们今天谈到的 很多的时代精神 背后都是一套的 哲学的理念 但我们会谈到 从启蒙运动之后 其实哲学 发挥着某种宗教的功能 虽然它不称之为宗教 但是它提供了一整套 取代宗教的一套的世界观 或者说教义 思想观念 这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 但是因为它没有 披着宗教的外衣 所以我们常常忽略它 其实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就面对这样一个 时代精神的一个试探和挑战 然后到了中世纪 在中世纪的时候 我们说基督教传开之后 特别是基督教合法化之后 那么基督教神学一度 在欧洲的社会 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 虽然曾经有那么 很长的一段时间 基督教神学跟古希腊的哲学 有过一定程度的融合 但是整体上来讲 基督教神学 仍然是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所以我们可以说 中世纪的欧洲的时代精神 就是基督教的神学 我们如果这样说 我想并不过分 但是启蒙运动之后 欧洲的这个时代精神 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而这一种变化 影响到了今天 影响到了全世界 因为启蒙运动之后 西方的思想就发生了一个转变 就从神本 开始转向了人本 就从上帝的启示 转向了人的理性 甚至从基督的救赎 转向了人的这种暴力革命 如果说在17 18世纪的 理性主义高涨的这种启蒙思想 好像是把欧洲的 这个基督教文明的大树 松了土 你想象一下 如果欧洲的这个基督教文明 就像一棵大树的话 那么17 18世纪的这种 理性主义高涨的启蒙时代 就好像是把那个土给松了 那个根开始松了 然后到了19世纪 就掀起了一场反基督教的龙卷风 就把基督教文明 这个大树连根拔起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今天影响今天这个时代的 很多的精神 很多的反基督教的思想 其实都是诞生于 19世纪或者20世纪初 然后人类就进入了 20世纪就开始进入了 这种现代主义时期 一直到今天 我们在21世纪 已经进入了后现代 所以我们今天和明天后天 这三堂的信息 我们就会谈到 今天在西方社会 后现代文化里面的 三个很核心的重要元素 人本主义 相对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 这三股绳子 可以说是凝成了 今天西方社会 特别是美国世俗文化的 时代精神 当然这三股绳子 这三股力量 还不代表时代精神的全部 除此以外 还有其他很多的思想 比如说环境主义 或者自然主义 性革命 感官主义 女权主义等等 其他很多的社会思潮 也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这三堂的信息 我们就着重在这三个点 今天我们会谈人本主义 下一堂我们会谈相对主义 然后第三堂我们会谈 文化马克思主义 如果大家理解了 这三种的思想的话 你观察今天很多 美国社会的一些社会现象 你就不感到意外 你就知道它背后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了 今天我们会先来谈一下 人本主义 你会发现 今天在西方社会 有很多的社会运动 很多的政治口号 很多的政策 看起来 都是为了造福人 都是为了人的好处 比如说我们经常谈到 人们谈到人权 自由 平等 社会的福利 等等 所有这些好像都是对人好的 而圣经呢 也教导我们要爱临舍 要爱你的仇敌 也是对人好 对吗 那么圣经的原则 不反对我们去祝福他人 事实上圣经 基督教的信仰 反而提供了让我们去爱人 去祝福他人的动力和原则 那这有什么不对呢 那人本主义呢 其实也是在追求人的福祉 而基督教信仰呢 也会追求人的福祉 但是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 要明白这两者的不同 我们首先就要明白 什么叫人本主义 先从它的概念谈起 Humanism 这个英文单词 有一些人 在不同的语境里面 有些人把它翻译成人文主义 可能你看很多文像 很多地方谈到人文主义 其实我觉得人文主义这个词 翻译呢 没有道出它的本质 更确切地翻译 我认为应该翻译成人本主义 还有一些人 甚至把这个词翻译成人道主义 这个就具有一种 很积极的一种感情色彩 更容易让我们偏离它的本质 所以我们就在这把它称之为 是人本主义 我们看人本主义者 他们自己是怎么定义人本主义的 美国人本主义者协会 他们给人本主义这个概念的定义 是说 他们认为说 人本主义是一种进步的 或者称之为是一种 演变的人生哲学 在没有对神的信仰 或者其他超自然信仰的情况下 肯定我们人有能力和责任 达到更美好的 个人实现的伦理生活 它这里面有一个词 进步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进步 英文是progressive 我觉得这个翻译成进步这个词 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 很正面的一种道德判断 觉得好像就是好的 但事实上 progressive 这个词 它不一定就代表越来越好 你可以更确切地说 它就是一种不断地演化 不断地演变 所以我在这加上一个括号 我觉得更准确地来说 它是相信一种 不断演变的一种人生哲学 但是它这个演变 如果按照圣经的标准来看 它不一定是演变得越来越好 它也有可能会演变得越来越坏 它不一定带有 道德上的这种绝对的正义性 但是我们看到 人本主义它的思想有一个前提 就是它排除了对于神的信仰 排除了对于超自然存在的信仰 而进一步地用人取代了神 就是把人摆在神坛上 这就是人本主义的一个信仰的根基 那你说人本主义 这种观念是从哪来的呢 其实人本主义 它是人堕落会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 因为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 你会看到人本主义的根源 你最早可以追溯到哪呢 你可以追溯到我们人类的始祖 亚当夏娃的堕落 在异典园里 人类的始祖面临的那个试探 可以说就是一个人本主义的试探 在创世纪的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魔鬼的这个试探啊 它不只是让人怀疑上帝的话 它也让人尝试去高举人自己 如神一样去知道善恶 很多时候我们读到任意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容易把那个重点放在知道善恶 好像上帝不希望人知道善恶吗 当然不是 那你像亚当夏娃 他们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 他们有没有道德意识 他们知道善恶吗 在人堕落之前 他们知道吗 他们知道的 因为一个人之所以是人 他一定具有道德属性 他有道德意识 因为这就是上帝可传递的属性给的人 是上帝形象的一个范畴 他们不仅有道德意识 而且他们有道德标准 那道德标准是什么 就是上帝给他们说的话 上帝让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善 上帝让他们不要做的事情就是恶 上帝的话语就是善恶是非的标准 上帝把道德意识 判断道德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给了他们 上帝也把道德的那个尺度给了他们 所以他们是知道善恶的 但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他们不满足于这样一个现状 当人听到说如神知道善恶 哇 能够像上帝一样去知道善恶 那就是不需要再依靠上帝的标准了 我们人能够像上帝一样来决定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这是多大的一个试探 这就是要坐在上帝的宝座上 就是要去篡夺上帝的那个权柄 站在上帝的权威的那个位置上 所以魔鬼的这个试探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人本主义的试探 就是让人去摆脱上帝的权柄 实现人的一种自治 不再依赖上帝 不再顺服上帝 那这样的一种的堕落 本质上就是从神本主义 转变成一种人本主义 不再是以神为本 乃是以人为本 不再是接受上帝的权威 乃是人自己来当作最高的权威 所以人本主义 它非常符合人堕落的本性 这也是为什么人本主义流行起来 不需要感到奇怪 因为人的堕落的本性就是这样 所以结了婚的弟兄姊妹 你们夫妻吵架的时候 经常都是在实践潜在的人本主义 每一个人都想当一个权威 先生觉得你说的是最对的 太太觉得答案是最合理的 每一个人都在justify 就在论证自己的合理性 都想把自己的观念当作正确答案 这就是人堕落的本性 但是从整个社会的思潮的角度来讲 自从人堕落之后 这一种人本主义 其实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从哲学上来讲 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 古希腊的有一个智者 叫普罗泰格拉 他说过一句名言 我想很多弟兄姊妹 你都听过 叫做人是万物的尺度 这句话狂妄嘛 人是万物的尺度 按照圣经的真理 谁是万物的尺度呢 上帝 上帝是万物的尺度 上帝也是万物存在的根源 但是在这里把神换成人 人是万物的尺度 那这就是可以说是 异典园里魔鬼的试探 的一个希腊式的表达 或者说这是希腊版的人本主义宣言 而这样的一个宣言 烙印在我们很多人的内心深处 但是感谢主 在主耶稣降生之后 随着福音的传播 随着旧恩的成全之后 使徒们也开始广传福音 一直到了奥古斯丁之后 在欧洲就进入了 一千多年的中世纪 那我们刚才谈到说 在中世纪的欧洲 基督教神学一直占据着 一个主导的地位 虽然以托马斯阿奎纳为代表的 一些经验学派的神学家 尝试把古希腊的某些 哲学思想和思考方式 跟基督教神学进行一些融合 的确当时的很多神学家 也吸收了一些 古希腊的一些理性主义的 思考方式和哲学的概念 但是整体而言 基督教神学 仍然占据着一个统治的地位 所以我们刚才说 中世纪的欧洲 你可以说当时的时代精神 仍然还是以神为本的 但是到了 14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的时期 在艺术和哲学方面 开始有一种现象 有一种趋势就出现了 就是人的地位 开始被慢慢地高举起来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以前看到过的一些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艺术作品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特点 就是人的那个突出性的地位 开始越来越明显 当然文艺复兴并没有 以一种很激进的一种方式 迅速地用人本主义 去推翻神本主义的信仰 但是它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 逐步地去在哲学 在艺术的层面 去张扬人的个性 经历了大约两百多年 文艺复兴就逐渐地塑造了一种 以人为焦点的一种文化现象 所以法兰西斯·薛华 他就有一种观点 他就说文艺复兴 为人类的思想打开了一扇门 引向了人本主义 也最终带来了 现代人面临的很多问题 这是在文化的领域 然后到了16世纪开始 随着宗教改革的爆发 宗教改革就 肃清了两个层面的危机 一个层面的危机就是 当时天主教 官方教会内部的一些信仰偏差 改变那些错误的教义 要求我们要回归圣经 回归到纯正的教义里面 这是一方面的纠正 另外一方面的纠正 就是在文化领域 宗教改革也跟文艺复兴 背道而驰 如果说文艺复兴 引向了一条路 让人们逐渐地去走向 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思想 那么宗教改革 让我们要回归到 以神为本的基督教信仰 于是在欧洲 就出现了两条的思想路线 一条的思想路线 就是沿着文艺复兴的方向 继续地朝着人本主义的方向前进 那另外一条路线呢 就是沿着宗教改革的方向 朝着以神为本的基督教信仰回归 这两条路线 共同交织在一起 组成了过去的欧洲的历史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回忆一下过去的西方的历史 你就会想到西方社会 一个世俗化的历史进程 同时你也会想到 基督教信仰在西方社会 比如特别在英国 在美国掀起的一些属灵复兴 这两股的潮流 一直是并行前进的 然后到了十七十八世纪 启蒙运动 那就为这种现代的时代精神 就注入了一种新的元素 启蒙运动期间 其实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 他们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 也是因人而异的 有理性主义 有经验主义 有怀疑主义 各种的思想 但整体而言 启蒙运动还是强调人的认知 剩余强调神的启示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 当我们在强调以神为本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说人就一无是处了 我们也不是说 要强调上帝的启示 就否定人理性的价值 我们肯定人的理性是有价值的 因为人的理性也是上帝所赋予的 特别是当一个人经历了基督的救赎 我们重生得救了 有圣灵的光照 有圣经的指导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理性 如果谦卑地顺服圣经和圣灵 是可以发挥正确的功能的 所以神本主义的基督教信仰 并不否定理性的价值 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一个人如何把上帝的启示 和人的理性能够协调好 就是人的理性和神的启示之间 你怎么样拿捏他的尺度 怎么样去平衡他们的关系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去面对的 如果一个启蒙时代的思想家 如果他愿意接受上帝启示的真理 比如他相信上帝的创造 相信人有原罪 接受上帝制定的普世性的道德法则 在这样一个圣经真理的框架底下进行思考 那么他的理性可以被真理启蒙 这种基于启示的启蒙 是可以给人带来祝福的 但是如果人拒绝上帝启示的真理 就单纯地要靠着人的理性去探寻真理 那么这就会落入到一种人本主义的启蒙 而这样的一种摆脱启示的启蒙 最后一定会带来错谬 甚至会带来灾难 生活在启蒙时代的那些思想家 我想包括那个时代很多的人 但凡受一些教育读学书 他们都无法避免地或多或少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是他们每一个人对于上帝的启示 对于人的理性怎么样在头脑中进行调和 这个可能是因人而异的 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了说文艺复兴之后 欧洲有这样两条思想的路线 一个是沿着文艺复兴的方向 朝着人本主义的方向走 另外一个沿着宗教改革的精神 尝试去持守和回归神本主义的基督教信仰 那么启蒙思想也会沿着 可能会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 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 可能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启蒙 一种启蒙是愿意遵守上帝启示的启蒙 就是神本主义的启蒙 一种是完全摆脱上帝启示的人本主义的启蒙 可能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启蒙和结果 那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法国 法国的几个启蒙思想家 比如说福尔泰 卢梭 他们的这个启蒙的思想 基本上和正统的基督教信仰 可以说是分道扬镳 最后他们的思想也激发了 或者说为法国大革命预备了思想条件 所以可以说法国大革命 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激进的一种革命 而在英国跟美国 则更多地受到基督教新教的影响 所以在宗教改革之后 之后的这几百年的时间里 在英国 美国 相后发生过好几次基督教信仰的大复兴 那基督教信仰在英国 美国也塑造了 在历史上塑造了一些基本的民情 也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秩序 比如说在英国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 在英国 爱德蒙伯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 他们就强调我们要 维护上帝护理之下的传统和秩序 反对或者避免那种激进式的那种 法国大革命 而在美国呢 美国起初的立国精神 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 其实也是基督教的信仰 虽然有几位当时美国的国父们 他们也受到了启蒙思想的一些影响 比如约翰·洛克的影响 但是整体而言 以神为本的这种基督教的信仰 是美国立国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根基 那这种这一个现实 它不只是由几位国父所决定的 更主要的是因为 当时在北美大陆 基督教信仰是最主要的 主流的宗教信仰 基督教信仰塑造了广泛的民情 这是一个基础 所以光有几个国父 他们的开脑洞思想 没有广大的民众的这种 民情的观念的这种基础 他也不可能建立一个 很坚实的美国的立国精神 所以我们在经常强调 美国国父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 当时美国普通的民众 主要的信仰还是基督教的信仰 但是当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 当时美国的一些 上层的政治精英们 刚开始的时候 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有点不一样 但是后来整体上来讲 还是接受了英国的爱德蒙伯克为代表的 这种保守主义的理念 一直后来持续了很多年 所以你就会对比法国大革命的精神 跟美国的立国的精神 你就会看到这两条不同的路 法国大革命其实走的是什么呢 就是人本主义的路 美国的立国精神 持守的更明显的是 神本主义的一种信仰 那这两种观念 从美国的独立宣言 跟法国的人权宣言的差异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1776年 在北美大陆 美国的国父们发表了独立宣言 在1789年 法国大革命时期 法国人发表了 法国版的人权宣言 那这两部宣言 都是捍卫人的权利 都谈到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 但是这两个文献 它的思想本质上 其实有着天壤之别 你从文字的表达上 看起来好像两者有一些相似之处 但是其思想的根源是很不同的 在美国的独立宣言的开头 就宣称了 造物主赋予人的权利 当然也有的人说 一些早期的美国国父们 他们受到了自然神论的影响 但是 即便是其中有几个国父 他受到自然神论的影响 但是他们起码承认上帝这位造物主 而且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 把当时的这些美国国父 作为一个立法者 一个政治家 我们用神学家的要求和标准 去要求他们 其实这个也不太现实 他们作为立法者 和政治制度的设计者 他们如果能够把上帝 启示的一些普遍性的法则 能够应用在这个地上的国度 那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把他们当作神学院的教授 用神学院的教授的标准 要求他们在每一个神学的表达上都很纯正 他们能够把上帝 启示的一些普遍的法则 或者称之为是自然法 能够落实实行在这个制度的设计当中 就足以给人带来祝福了 所以在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承认 圣经里所启示的一位造物主 虽然个别的国父们 他们可能在这个观念上 在神学的细枝末节上 会有一点的差异 但是他们都承认有造物主 承认人的权利是造物主所赋予的 也承认人有原罪 但是法国的人权宣言呢 轻微地提到了一个超越的存在 把这个超越的存在描述为人权的来源 但是相比之下这个超越的存在 到底是谁 有没有位格 其实很抽象也很模糊 事实上那个超越的存在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也没有激发起人们对他的敬畏之心 否则的话 法国大革命也不可能是那种 杀戮和破坏那么严重的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 法国的人权宣言是在人的自身去寻找人权利的来源 在人的自身去寻找权利的来源 人的权利从哪来的呢 就是自然权利 你生下来就有 所以美国的独立宣言用的词什么 人人被造而平等 人的权利是上力赋予的 是被创造的时候赋予的 但是法国的人权宣言呢 说的是什么呢 人人生而平等 所以我们平时说的那个人人生而平等 很多人说是翻译的错误 其实我觉得它压根就不是从美国的独立宣言来的 更多的是中国的思想 近代的中国思想 更多的是受到了法国的思想的影响 在法国的人权宣言里 它就是用的生而平等 一个是被造而平等 一个是生而平等 这两者有着一个本质的不同 一个根基上的一个差异 如果人的权利不是造物主赋予的 而是人自身就固有的东西的话 那么你就不需要再依赖上帝了 当上帝不再被当作一个权利和自由的赋予者 那么人的权利跟自由就可以变得没有界限 你就可以滥用权利 你就可以放纵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 它会导致血流成河的暴力 和惨无人道的专制暴政 而在美国建国之后 很多年一直成为一个捍卫人权和自由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的资源 包括基督教信仰 对于废除奴隶制 实现这个种族平等 很多的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 就像好像里根说过的吧 自由 你要失去它 只需要一代人 同样的信仰 你要失去它 也只需要一代人 就好像古代的 以色列人进入加南地之后 一代人就可以失去信仰 同样的基督教信仰 在北美大陆的失去 也可能不需要很长时间 或许只需要一代人 一代基督教信仰衰落了 神本主义的信仰衰落了 那么人本主义一定会高涨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 人本主义它就符合人的天然的罪性 如果你不让上帝做你的主 那人自己一定想做自己的主 所以今天美国面对的很多的问题 其实是一场信仰的危机 最近众议院的新任的议长 Mike Johnson 他最近就表达过一个类似的观点 说我们在美国面对的 其实是一个信仰的危机 当基督教信仰衰落之后 美国的立国精神也面临危机 但是任何一个社会 它都不可能存在一种信仰的真空 当神本主义的信仰淡泊的同时 人本主义的时代精神 一定会进来取而代之 所以今天 法国大革命的精神 笼罩着美国 塑造了美国当下的时代精神 英国跟美国曾经都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 也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 所以我们今天经常谈到人权 自由 平等 宪政 民主 等等很多的概念 其实都是从基督教文明的当中 孕育出来的人类文明的花朵 如果说基督教信仰就是这些花朵生长的土壤的话 那么今天的人只想要那个花朵而不想要信仰的土壤 或者说今天的人们想要把这些花朵从那个土壤上把它剪掉 然后插在人本主义的土壤上 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说人们仍然在使用这一些的词汇 但是这些词汇它的内涵已经跟基督教的信仰有不一样了 因为他们背后的信仰的根基已经在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看到一场的社会的危机 会看到人的权力被滥用 会看到人的自由被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会看到追求平等的时候矫枉过正走向另外的一个极端 这是根源所在 最近奥斯古尼斯他的一本书就谈到这个问题 这本书的书名可以翻译成是 《人类大宪章 西乃的信仰革命与未来的自由》 作者就对比了美国的立国精神和法国大革命的精神 这两股精神其实可以追溯到两个地方 一个是西乃山 在西乃山上帝向摩西在荆棘火焰中 进行了来自于上帝的启示 上帝启示他自己是谁 那是基于从西乃山 可以追溯到西乃山的一个 以神为本的一种信仰 基于上帝的启示 而另外呢 就是在法国 巴黎 一场用人的理性催生的激进革命 那这两条道路摆在美国人的面前 也摆在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移民的面前 因为你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作者奥斯古尼斯他就说 在当下的美国 我们只能而选 只有这两条路没有中间的路线 很遗憾的是 今天美国的时代精神 跟美国建国之初的时候 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人本主义的时代精神 已经支配了主流媒体 高等学府 公立学校 大公司的企业文化 甚至是政府的执政理念 所以我们需要识破 这个人本主义的错误和危害 然后呢 要回归到神本主义的信仰 然后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洪流当中 我们才可以不随波诸流 反而是逆流而上 所以我们就需要明白 为什么我们说人本主义 它会是错的 我们说人本主义 它否定了上帝却高举人 高举人难道这不好吗 这种论调好像觉得很重视人的价值 但事实上 它会对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人本主义的一种 首先造成的伤害是一种集体性的 就是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 所以你会看到 基于人本主义的这种思想 它掀起的一些的社会的运动 口号都会特别的美 口号都很诱人 但是其结果都很残酷 在公共领域 它会造成社会秩序的破坏 会让广大的民众成为受害者 为什么 因为 不管人本主义者 他怎么相信 他的信念是什么 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 就是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上帝的创始之初 就为人类社会设立了秩序和法则 上帝设立了公平正义的法律秩序 上帝设立了灵敏仁爱的道德原则 上帝为国家 为教会 为家庭 各个领域设立了伦理学的秩序 人类必须遵守上帝 起初设立的这些原则 这些秩序 才能够更长久地享受普遍恩典 但是当然我们也承认 人类的文化也被罪所污染 所以并不是每一种 现存的社会的秩序 都符合上帝起初的设计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一概地否认 现今这个世界里 仍然有上帝的护理 仍然有上帝的护理 上帝制定的法则 仍然是有效的 那么如果人本主义的一种信念 他完全否定上帝的权威 藐视了上帝的护理 和上帝设立的秩序 就会肆无忌惮地 用激进的手段进行革命 砸烂一个旧世界 建立一个 比那个旧世界可能更糟糕的 一个所谓的新世界 而在革命的过程中 人民也会声明出探 革命的过程也会充满暴力和罪恶 程序也是不正义的 结果也是不理想的 代价也是很惨重的 所以法国大革命就证明了这一点 受到法国大革命的 带来了灵感的共产主义革命 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 就像一个人他说过的 人类从历史当中学过的 唯一的功课 就是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功课 同样今天我们会看到 在美国也面对的是传统秩序的破坏 我相信大家还记得 在2020年美国的这个街头暴力 很多历史人物的雕像被推翻 被破上油漆 一些的商店被砸毁 国旗被粉烧 一些人推动要削减警察的经费 所有这些的行为 这些的诉求 都是对历史和传统的颠覆 这是一种法国大革命式的做法 当这种法国大革命式的 街头暴力退场之后 这一场文化的革命 信仰的革命并没有停止 今天我们会看到 婚姻家庭性别的秩序 正在继续地遭到破坏 而人们把这种破坏称之为进步 progressive 进步 但是如果我们认清它的本质 你用圣经的标准来看的话 其实这不是一种进步 这是一种沉沦 这是一种堕落 所以你否定了以神为本的信仰 一定会带来社会秩序的破坏 这是从宏观的层面 那么从个人的层面 人本主义也会带来 个人的心灵秩序的坍塌 人的心灵会陷入焦虑 抑郁 孤独 迷失 因为原本在上帝那里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找到自己存在的原因 在基督的救赎里 我们重生了 有了新的生命的起点 我们知道将来会进入 上帝完美的国度 有了永恒的归属 所以我们的人生 在上帝那里 有一个很明确的坐标系 能够找到你从哪里来 你为什么而活 该如何活 将来去往哪里去 你的心灵秩序是明晰的 是坚实的 是稳固的 有一种很健全的世界观 价值观和人生观 但是当上帝在一个人的信仰里面 缺席了 那么神本主义被人本主义所取代 结果就是人就从以上帝为中心的 那个坐标系里面坠落了 人生的坐标系坍塌了 我是谁 我为什么存在于这个世界 我的灵魂何去何从 我活着什么异议 这就成了人生很焦虑的问题 这也就是现代人 为什么心灵出现很多很多的焦虑 有的人很抑郁 甚至很自杀 有的人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放纵情欲 甚至用各种的毒品等等 很多的方式去放纵自己 或者通过一种个人奋斗的方式 去自我实现 用正能量给自己打气 有的人可能会如鱼得水 如愿以偿 但是会变得很轻垮 有的人可能不堪重负 失败了 一败涂地 有的人会承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有的人会悲起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离开了上帝 就像圣经里说的 人会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所以我们需要让上帝 在我们的人生观的当中 在我们世界观 人生观的当中 居首位 处在中心的地位 需要恢复以神为本的信仰 所以如何解决这种人本主义 造成的信仰危机 那我们就需要回归到 以神为本的信仰的当中 我们说基督教信仰 不像人本主义那样 一直是高举人 但是基督教的信仰 却会给人带来最大的祝福 在基督教信仰里面 上帝处在人之上 但这并不是对人的贬低 却是为人的价值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因为只有我们敬畏那位上帝 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要尊重人 以及如何尊重人 为什么 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既然上帝有最崇高的尊荣 那么我们就应该尊重和关爱 每一个承载着上帝形象的人 上帝的形象 这就是人格尊严的来源 这就是生命为什么会有价值 如果否定了上帝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人的价值 究竟从哪里来 如果人就是大自然当中进化的一个产物 那么人类就应该弱肉强食 那么社会达文主义 就应该是人的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谴责纳粹德国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但事实上人是上帝的形象 人人受造而平等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信仰 为保护未出生的胎儿的生命权 为实现女性的权益 废除奴隶制度 反对极权暴政 保护人权自由 这些对人类最有益处的文明的果实方面 基督教信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所以在历史上 可以说基督教信仰 改善了西方的社会秩序 也祝福了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和人民 因为通过圣经 我们可以知道 上帝为人类制定了怎样的生活原则 在圣经里 你可以找到道德伦理的基本原则 你可以找到政府 家庭 公民 分别具有什么样的责任 你按照上帝制定了原则去生活 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益处的 而且基督教信仰 也恢复了人的心灵秩序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当我们把上帝摆在我们世界观 人生观的中心 我们就找到了生命的源头 我们就在基督的救赎里 可以经历重生 可以跟上帝恢复关系 我们的安全感 归属感 身份认同 还有对未来的盼望 都在基督里找到了答案 所以基督教信仰是 以神为本的 不高举人 最高举的不是人 是神 但是却可以给人 带来最大的祝福 而人本主义呢 看起来最高举人 但是却给人 带来最大的伤害 当然我们必须要说 我们最高的追求 最崇高的价值 还不是人的益处 而是上帝的荣耀 而人的福祉 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赏赐 人的福祉 不是我们最高的追求 不是最高的价值 但是借着人 享受上帝的赐福 我们可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 彰显出上帝的恩慈和怜悯 所以我们最关心的是 上帝的荣耀 如何在人的当中去体现 所以神本主义的信仰 最关心的也不是人的福祉 而是上帝的荣耀 但是当你真的关心上帝的荣耀 反而可以给人带来祝福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基督教信仰也会让我们认识到 人的堕落和有限 人是有限的受造物 我们不会像人本主义者那样 把人过度地放大 认为人可以实现自我救赎 没有 我们会承认人是有限的受造物 人不可能脱离上帝 必须依赖上帝才能够活着 而且人是堕落的 所以人就需要承认自己在道德上 在知识上都是有缺陷的 在这样的一种信念的驱使之下 作为一个个人 你才懂得谦卑 避免狂妄自大 那一个人只有谦卑了 才可能表现出一种稳健的 不断自我反省 在认罪悔改中 不断成长的一个生命的经历 并且只有承认自己的有限 会有罪 我们才有可能 认识到为什么需要信耶稣 才能够经历生命的重生 那一个民族呢 从整体上来说 一个谦卑的民族 他也会懂得脚踏实地 不断地自我反省 不断地在忏悔中 去寻求进步的可能 但是人本主义呢 他会通过人的能力 通过人的智力 人的创新 人的革命 不断地来实现自我超越 其实本质上来说 这是一种自我救赎 但是人类虽然可以在 科学技术上不断地创新 但是人不可能在人性上 有任何的自我超越 科学技术的发展 会带来物质的繁荣 但是人的道德 不会因为科学技术 或者文明的进步 而有任何的改良 古代人敬拜大自然 今天的人呢 环境主义者 其实同样 他背后的逻辑 背后的世界观 环境主义 同样是在敬拜大自然 索德玛 俄摩拉城里面 同性性行为泛滥成灾 今天的人 同样在笑话 索德玛 俄摩拉 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 进步了 但是在人类一直 在堕落的状态中 停止不前 而这两个事实并存 就会为人类带来 很严重的一个危机 就是一方面 你的科学技术在进步 另一方面 人性的堕落 没有真正的改善 那就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堕落的人 就会利用先进的科技 自相残害 所以从冷兵器时代 到核子武器的时代 人们凭着自己的努力 其实不仅没有实现自我救负 反而把自己带入到更危险的边缘 但好消息是 上帝没有 把人类丢弃在这样一个 堕落的世界里而不顾 他愿意拯救 他的创世之间所拣选的人 所以上帝拆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十字架上完成赎罪的工作 而基督要可以带给人生命的翻转 带给人胜过罪的能力 基督要实现的 首先是人性的革命 这一场人性的革命 不是通过政治手段 通过暴力除杀的方式实现的 而是通过耶稣基督 这位没有罪的神的儿子 他承受了暴力和杀戮 他完成了戴罪救赎的工作 然后他从死里复活 来实现了这样一个救赎的工作 使得每一个真正信靠他的人 可以在灵魂深处 经历一场生命的更新和改变 这是上帝赐下的福音 所以人类靠着自我救赎 最终一定是死路一条 但是上帝给我们开了一条 靠着耶稣基督来得到救赎的一条路 这是福音 那从救赎的这个渠道上 人本主义跟神本主义是不一样的 那从最终的这个目标 或者结局上来讲 其实人本主义 他追求的目标 跟上帝的计划也是不一样的 人本主义追求的目标是一个 没有上帝的人间乐园 就是一种玉与天公势比高的巴别塔工程 但是这个工程最终会失败 圣经起书里说的大巴比伦城 最终会坍塌 所以不管是历史还是圣经的预言 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当人追求一种没有神的乌托邦的时候 最终的结局不是那个人间乐园 而是奴役和杀戮 而基督教信仰呢 基督教信仰的终极的目的 不是用福音来改造这个世界 不是建了一个人间天堂 福音传递的是一个天国的好消息 所以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说神的禁了 天国禁了 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所以福音不只是关心你和我个人的好消息 福音是一个国度的好消息 耶稣基督将来会再来带来一个完美的国度 耶稣基督会掌权 治理一个完全公义的国度 在那个国度里面 三一神的荣耀充满 神的子民跟这位三一神永远地同在 但这样一个完美的国度 不是人本主义的乌托邦 而是被神的荣耀所充满的 永恒的真实的国度 这个完美的国度今天尚未来临 但是今天神的国已经实现了 所以我们今天所处在的这个神的国 或者天国是一个已然而未然的一个阶段 就是天国已然实现了 但是尚未圆满 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 我们已经成了天国的子民 天国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现实 所以当我们把福音能够活出来 在你所在的每一个地方 去实践圣经的原则 去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 那福音的影响力 就可以借着你个人的生命 去彰显出来 让人看到你的主 不是这个世界的王 你的主 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王 至于说当我们这样去实践信仰 会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世界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和改变 那个结果怎么样 那是上帝掌管的 那是上帝在历史当中的计划 但是那个不是教会的政治异常 那个是上帝要实现的结果 上帝可以再兴起一个基督教文明的复兴 上帝也可以不这么做 上帝要怎么做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 在每一个领域 不管是个人领域 还是公共领域 忠心地去顺从圣经的教导 实践你的信仰 这就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 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当尽的责任 上帝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兴起过基督教文明的复兴 地上的基督教文明 我觉得就好像是 尹云浩古斯丁的用词 就好像是上帝之城的光辉 在地上之城的照耀 就是上帝之城的光辉 照射在这个地上之城 显出来的那个荣耀的 那个美好的结果 体现为一种基督教的文明 但是当世人普遍地拒绝福音 那结果就是基督教文明的花朵 也会逐渐地枯萎 文明甚至会倒退 那地上的国度 在历史中都会有兴衰交替 但是上帝之城 有一天会荣耀地降临 所以作为基督徒 作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真正的盼望 还不是这个地上之城 而是上帝之城 这是我们的盼望 这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给我们的一个永恒的使命 和一个身份 我们是上帝之城的子民 要宣扬上天国的福音 在完美的天国降临之前 我们作为地上的国民 当然我们有社会责任 你要履行你的社会责任 在个人领域 在公共领域 在政治领域 在文化领域 尽到你当今的本分 但是不要忘记 地上的国度 不管是中国是美国 都不是我们永远的盼望 天国才是我们永远的盼望 我也很爱美国 我也希望美国的基督教文明 能够继续地延续和兴盛 但是我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期许 不应该超过我对天国的盼望 如果我对天国的热爱 小于我对美国的热爱 我需要悔改 我不是说大家就任凭美国 这样堕落下去 在世俗的文化领域 就这样不管不顾 你当尽你的社会责任 我也当尽我的社会责任 我们要在社会领域 发挥我们该有的影响力 但是我们的终极盼望 不是地上任何一个国度 如果有一天美国继续地 能够实践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 我们感谢上帝有这样的作为 如果有一天美国的基督教文明 不断地继续地衰落 甚至是美国的文化各个方面在堕落 甚至国力衰微 你也不用绝望 你也不用绝望 因为上帝给我们应许了一个 更美的国度 永远不会衰败的国度 我们的盼望是基督的再来 所以在历史的当中 基督教文明的国家 可以存留多长的时间 那是上帝的主权 那是上帝的作为 我们作为地上的公民 同时也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在地上 作为地上的国民 尽到自己当今的责任 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太悲观 不需要太绝望 也不需要盲目的乐观 我们的乐观 是对天国的乐观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 他会审判罪恶 他会拨乱反正 他会带我们进入一个 更加公义的 完美的国度 那个才是我们的盼望 当有人想要用基督教信仰 来实现一个人间天堂 好像耶稣基督不用再来 我们这一群人 就可以在地上建立一个 基督徒可以享受 岁月静好的王国 那同样是一种 人间天堂的乌托邦的愿景 但是我们的信仰 是以福音为中心的 福音是天国的好消息 这是一个国度的好消息 我们盼望的到底是哪一个国 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 所以主耶稣说 由一条路人以为正 至终 这是首先是在真言里面的一句话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至终却是通往死亡之路 但是主耶稣呼召我们 要走另外一条路 走一条小路 要我们进一个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那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如果说历史 是一条漫长的河流 那么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 就好像是两股 暗流 在朝两个方向在走 是两条路 这两者 这两股的暗流 它会掀起不同的浪花 如果我们只是看一种社会现象 你只是看到 它表层的一朵浪花 但是今天我们需要 去看到那朵浪花 背后的那个精神的暗流 到底是什么 你要看到那个浪花 它里面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 虽然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 都会用同样的名词 比如说爱 公义 权力 自由等等 但是我们要知道 它背后的那个信仰的基础是什么 然后它的内涵是什么 它的追求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可以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懂得甚思明辩 不至于盲目的随波逐流 所以今天 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题目 就是关于人本主义 但是如果仅仅了解 人本主义跟神本主义的区别 我们还不足以认清 这个时代的精神 比如说 再最后举一个例子 离我们这儿不远 有一个 离芝加哥不远 有一个惠顿学院 惠顿学院也是一个基督教学校 那前几年呢 惠顿学院在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一些 不是所有的 一些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前列要求下 把一个纪念宣教式的一个纪念的匾额 给摘了下来 这个匾额我们可能都知道 就是以前在奥卡族 给奥卡族的人传福音的一些宣教士 他们身上有枪 然后奥卡族的人用长矛扎死宣教士 那个宣教士没有拿出枪保护自己 反而甘愿被杀 后来那个宣教士死了 殉道了 然后呢 他的妻子跟孩子又进入到奥卡族的当中 跟他们居住在一起 跟他们传福音 后来奥卡族整个的族的人都信主了 那个殉道士当中有两个人呢 就是惠顿学院的学生 所以惠顿学院呢 就几十年前呢 就做了这样一个纪念的一个碑文 纪念这个宣教士 结果几年前啊 这个惠顿学院呢 就把这个匾额呢 给他摘了下来 你说作为一个基督教的大学 纪念为主殉道的宣教士 这不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吗 为什么要把它取下来呢 为什么很多学生和一些教职员工 觉得我们不应该再挂这样一个 纪念宣教士的匾额呢 这背后又是一种怎样的时代精神 掀起了一朵浪花 把这个匾额给砸下来了呢 我们下一次再见 明天再见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 我们 我们要回到主你的面前 主啊 魔鬼撒旦会在这个各个不同的时代 各个不同的地方 会制造各种的谎言 有宗教的 有哲学的 有艺术的 文化的 各个方面 主啊 有太多的东西 不符合你启示的真理 但是主你把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 也把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光照下 认识你那永恒不变的 你的那宝贵的真理 所以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 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 作为一个智慧人 能够懂得慎思 明辨 能够在这样一个 背离你的时代里头 能够逆流而上 能够沿着主耶稣基督 给我们引领的那一条十字架的小路 向着荣耀的国度去奔跑 让我们忠心的 有智慧的 去走这一条天路立场 请你来帮助我们 给我们这样的忠心和智慧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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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